不良人六大结局之战是李四元风神的一战 手锤张子凡脚踢李星云 大尔贼终于硬气一回了 不过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战 因为大尔贼被张子凡给嘎了 当然也离不开大帅300年的内力 所以本季天花板不是李星云 依然是大帅 李存李这个老六到底死没死 这个秘密估计会在第七季找寻答案吗 最后的镜头中只有他的一把剑和帽子 在被陆灵轩的剑刺进身体之后 他绝对是以死的结局 但看这个镜头的话肯定是被救走了 最大的可能就是绕江最后一集出现的贾里四元 他也会易容之术 说不准他会埋伏在这些官员之中 等待时机 第二个伏笔就是张子凡和陆灵轩的孩子 在李星云说出陆灵轩有喜后 这绝对不是开玩笑 而他们的孩子有可能还是以后的关键人物 而且这个孩子有可能是石敬堂篡位的主要手段 这一切还是以正天为准 第三个伏笔就是四大狮子 最后的彩蛋里也是第七季的预告 四大狮子齐聚 好像在商量大事 他们口中说得成了 到底是什么大事呢 总结以往的故事来看 四大狮子在一起就不会做正常的事 而这一次我估计一样不是什么大事 有可能真的是在煮饭 毕竟打架打累了吃点饭是很正常的事情 最后心血相认 这个吻终于来了 这一季他们两个都很苦 让我们吃点狗粮才算圆满吧